美风年关 肉蛋奶 鱼果菜等菜篮子产品供应备受关注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今年中国农产品市场供给情况 相关负责人表示 11月以来猪肉供需矛盾有所缓解 据介绍 2019年中国农产品市场供给总体充足 运行基本平稳 受周期非洲猪瘟疫情等因素影响 猪肉供给偏紧 价格持续上涨 带动牛羊肉 禽肉 鸡蛋等出现一定程度涨价 随着促进生猪生产恢复政策出台落地 11月份以来猪肉供需矛盾有所缓解 12月27号 全国猪肉批发市场均价是42.89元每公斤 比11月1日价格高峰下降了18.15% 鸡肉 牛羊肉 鸡蛋等价格 也是稳中走弱 水果蔬菜市场供应保持总体充裕 余康镇介绍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通过强化技术指导与服务 抓好非洲猪瘟疫情防治 加强屠宰企业监管等措施 进一步保障猪肉供应 并确保新期出台的17项扶持政策落地见效 会同相关部门抓紧落实养猪用地 纳入农用地管理 不需建设用地审批的政策 也许建设多层养殖设施和林地养猪的政策 大中城市是菜篮子产品的主要市场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紧盯元旦春节和两会的节点 进一步增加猪肉等菜篮子产品的供应 切实把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落到实处 央视记者北京报道